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今天是2022年11月12日第691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投资九龙仓,好吗? 大家好,我们在第690集说港股美股大显神通,全部都升,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在影片里面也同时提过,杜瓊斯指数升得很过分,其实它是未跌够的,如果我们相信在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整年都不会是好事的话,杜瓊斯指数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跌,反而纳斯特克应该跌到差无几了。 昨天的星期五,美国那边继续有得升,不过升幅就有点不同。 第一,纳斯特克指数还可以爬升多接近2%,算是非常不错的。 至于杜瓊斯指数,力度就不是很足够,所以轻轻地升了32点。 但是既然有得升,没理由不走货,我手头上还有一些货,我见到价格好,自然就会走。 其中一只,就是Pub Power,它一度升穿了18元。 我便很幸运,可以在18.1卖了出去。 另一家公司就是Tesla。 Tesla的投资时间就更短,两三日时间而已。 我便是179元买的,现在我设定了195元。 我便终于星期五那一晚都倒价了,便卖了它。 也算是收拾一餐茶喝。 未来的日子我都不知怎样的。 不过如果这两只卖出去的话, 这个Pub Power就持有久一点。 回报率大概是21%,但我还没卖完。 我下一转就希望20元过外才卖它。 回报率总括来说,可以更加理想。 Tesla只是拿着两三日货,大概有9%的回报率。 我都说过了,美股也是一个很大的商场,或者是一个赌场。 这个赌场是两三日之内都可以升差不多接近一成的话, 一点都不容易,但现在就出现了。 所以大家投资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香港那边升了1200点。 每间公司都升,唯独是九龙仓有两间公司, 一间是$4,一间是$1997。 这两间公司,其中一间跌至妈妈都不认得, 好像被人洗仓似的。 所以今天既然没事了,不如拿九龙仓出来说一说。 尤其这两间公司的业务很多人都混淆了, 顺便说一说给大家知道。 这两间公司都是由这位人兄吴天凯, 吴天凯和他的老板吴光正应该没什么亲戚关系。 只不过大家都是姓吴的。 只不过吴光正应该就很相信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主理。 其实九龙仓是一间不小的公司。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九龙仓的资产分分钟比李嘉诚重要多。 但是这间公司做起来, 又没有李嘉诚做得那么大。 近年就喜欢玩私有化。 所以我们今天探讨一下这两间公司也是应该的。 在未讲这个主题之前,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like, 就帮手按一按键,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如果你们还没订阅, 同时希望你们继续订阅, 很快就会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来讲九龙仓这两间公司。 这间公司叫做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四号仔。 这个四号仔不是蓝炒股, 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业务。 但这些业务看上去好像是很不同种类的。 但其实看真点的话, 大部分都是与地产有关的。 它包括在香港有发展物业, 在内地有发展物业, 在内地也有投资物业, 另外还有酒店业务, 还有些基建业务。 看上去好像是比较多样化。 事实上是否呢? 不知, 稍后我们看深一点的资料可以再作定论。 只不过最近有个坏消息, 就是这个MSCI指数, 它检讨之后觉得应该要把九龙仓四号仔剔除了它。 剔除便是剔除了。 但是估不到, 竟然会在我们香港的股市上升得最好的时候, 它竟然好像被人洗仓那样, 是不断被人沽的。 曾经股价一度跌到下去, 只剩下20元, 差点连20元都守不住了。 最后当然, 能够拥有这间公司呢? 四号仔这间公司最终星期五的收市价都有23.1%, 不过全日跌了14%这么厉害。 其实这间公司做些什么呢?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如果您看得再深入一点的话, 应该就是香港在山顶上, 有很多豪宅的物业都是属于它的。 所以它只不过是做这些, 例如建楼、卖楼, 甚至建楼之后只租出去。 这些就是它做的事。 不过当然, 它也有经营酒店、物流、通讯、 媒体、娱乐, 但这些应该是很小的。 星期五那天, 被人沽货沽了大概5.5亿元左右, 但跌了14.2%。 换句话来说, 那些人沽货是没有其他人敢接的。 否则也不会跌到那么多人害怕。 它现在的市盈率11.7倍。 如果和其他地产商比较, 它算贵的。 股息收益率更加不用提, 我发觉这间公司也挺沽寒。 只有1.7%的回报率, 放在银行也4.5厘。 所以这间公司可取, 我又不觉得它可取。 反而觉得它跌到23.1%, 还未跌够。 因为这间公司本身的派息比率 又不是特别高, 只有2成多。 但派息回报率只有1.7%, 有什么值得拥有呢? 它每股资产正值是高的, 有大概53元左右。 现在一股就在做23元, 看上去是很划算的。 在大股东的眼中应该是OK的。 它现在的市值大概有706亿左右。 它全年最低位就跌到20.4, 即是星期五那天就跌到最低, 是创全年新低的。 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 它有没有机会再升上去呢? 看看现在香港的情况的话, 它现在的资产可能会不断贬值的。 升值勉强就应该不行了。 但是贬值相信可能会加快一点。 尤其它在香港有这么多这些豪宅物业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好价。 过去那五年, 其实它的业务都是比较低沉一点的。 最近2021年才慢慢好一点。 但好一点的话, 可不可以在明年做得更加好呢? 那就不知道。 不过今年2022年, 上半年只赚到5,700万。 你没有听错? 这么大的公司才赚到5,700万。 最主要就是它们有很多物业在估值方面要减值的。 但是上年全年就赚到六十几亿。 今年上半年只赚到5,700万。 所以全年来看的话, 大家都打定输数都可以了。 至于这间公司, 其实吴光正自从私有化了汇德峰之后, 其实我都相信它是想继续私有化的。 不知道这间公司是否对它的口味。 没有公司, 汇德峰就拥有这间公司的股权大概是68.5%。 所以街外的货只剩下三成左右。 如果它靠着最近股价低的时候, 不断再买多一点, 乘数越差越多, 到时提出私有化便方便很多。 但是, 在这个时势, 吴光正家族是否敢提出私有化呢? 因为你知道, 这些物业每天都硬着, 有气什么事上来, 想搬走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都要想过量度过。 九龙仓还有另一间上市公司, 而这间上市公司还是蓝筹股。 它的全名叫做《九龙仓置业地产投资有行公司》, 编号是1997。 它最主要的物业, 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和中国里面的。 那些物业都是出租的多些。 最经典的例子, 应该就是尖沙咀的海港城。 因为这个海港城,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物业。 只收租收到首远。 如果我们看回最辉煌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 在尖沙咀的人流是多到走都走不到的。 那些劫神周围都是, 这个海港城就值钱都不得了。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因为现在鬼影都没有, 海港城就变得一样的。 除了海港城之外, 其实它还有另一座的建筑。 这个就叫做《时代广场》。 最重要是看今年的Christmas, 圣诞节,如果这个海港城和时代广场 肯落盘去装饰的话, 令到气氛好些的话, 可能会刺激消费。 但是如果它也是拿着拿着, 不肯去投资的话, 今年我们这个圣诞也很可能 觉得非常之平淡。 如果平淡的话, 即是没什么刺激性。 没什么刺激性的话, 我们香港经济肯定不会好。 最后,这间公司也会受罪。 我已经说过, 1997这间公司是蓝筹股。 上次星期五升到1200点, 整个大市来说, 所有蓝筹股都上升。 这间公司也不例外, 都是跟着大市上升。 这是一件好事。 这间公司的最主要业务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优质物业, 经营, 通常都是说在香港的黄金地段,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海港城, 就是它的重中之重的最大物业。 如果做得好的话, 当然坐在那里, 收钱都收到手远。 但是, 现在这一排不好的话, 那就难说些了。 在星期五收钱就35.9, 都升了超过7%, 但是成交金额就没有刚才的四号那么夸张。 但是都超过1亿元的。 这间公司现在的市盈率, 大概是接近25倍。 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个25倍实在太贵了。 那么它的股息的回报率, 都是只有3.6%。 都说了, 放在银行都不止这个息口。 而且, 我们香港还有大把地产公司, 它的回报率是远远超过1997这间公司的。 所以, 都不考虑了。 那么它每股资产值好不好呢? 现在看上去, 就大概每股值68元。 那么它现在就在做大概36元。 所以, 你说它现在的股价很抵, 我又不觉得特别抵。 如果你看回长实, 新鸿基, 甚至恒基, 分分钟比这间公司抵很多。 所以, 也不考虑这间公司了。 除非它的股价跌得再多些, 那就不同了。 至于它的派息方面, 这间就比较慷慨些少了。 以去年来计算的话,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盈利, 都是拿来派给股东的。 它的市值也好, 还有超过1000亿, 接近1100亿的市值。 那算是不错的。 至于它这个52周的新低, 就是大概30元左右。 换句话来说, 如果大市不好的话, 有机会又会见回30元左右。 那你想投资这间公司的话, 要不就等它跌穿30元。 如果不是, 我左看横看, 我都不觉得它是特别值钱的。 所以, 大家在这间公司上, 就不要想太多了。 因为这间公司真是一般的。 至于过去五年的盈利表现的话, 2020年做得特别差, 因为亏损, 其实它是收租股。 收租股也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可想而知, 当年的情况是多么恶劣。 上年2021年, 就赚到40多亿。 今年的上半年, 又好不好成绩呢? 大家听清楚, 今年的上半年是亏损的。 亏损接近15亿元。 即是又来多一次亏损。 全年来说, 我不知道。 但是上半年亏损的话, 下半年, 你看到我们香港有特别好转过吗? 如果没有特别好转过的话, 兼且地产市道一直都向下跌的话, 这些优质物业可能又要减值了。 估计可能全年会和2020年看齐, 即是全年亏损了。 那你说, 博不博得过呢? 这间公司的大股东, 都是这个汇德峰, 他拿着现在是未够50%, 但也不需要害怕了。 如果已经拥有49%那么厉害的话, 相信没有人可以挑战到他大股东这个地位, 也不怕被人追击。 所以这间公司稳就稳定了。 他的物业, 如果去逛街看电影的话, 都可以的。 但是, 如果他的铺位租不出的话, 那他就很麻烦了。 这间公司你又觉得值不值得考虑呢? 自己想想吧。 基本上, 我一直都觉得香港的地产市道 是高度离谱, 是非常之不健康的。 现在有了这个疫情之后, 令到香港地产市道慢慢向下跌, 价值开始向下跌的话, 绝对是一件好事。 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一个甲级的银主盘, 那些设置楼。 这个位置很漂亮的, 原来是金钟的海库中心第二座。 这一座大厦里面其中一层, 最近是一亿九千万成交了。 每尺的赤价是商业地, 都是在做不需要一万八千元一尺, 创造了地区的八年的新低,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听起来的话, 真是个个听完都脚软。 其实, 这个怎么会变成银主盘呢? 原来上一手业主是一家上市公司, 但他没有说是哪一家。 当时在2017年, 就用3.18亿元买入这个地方作为总部, 后来这家公司被人停牌, 接着在今年3月被人清盘, 最后这个物业就成为银主盘了。 银行拿着银主盘不行, 所以快快脆脱手, 最近终于脱手了。 卖便宜了很多, 便宜了多少? 便宜了1.28亿元, 即在5年之内贬值了四成。 听起来, 是不是很可怕呢? 还未算了。 接着, 施永清, 施生, 他也在慎, 他说, 哎呀, 我们这个中原地产都很难做生意的了。 之前跟员工说过, 如果我们香港的经济还是这么差, 还没有人买楼买楼的话, 似乎在香港的分店应该要削一半。 现在, 中原在香港, 大概的铺位有470间左右。 如果真的好像施生那样说, 斩一半的话, 换句话来说, 在香港有200多间铺位便会刮出来。 对香港的经济或地产市道肯定是多踩一脚的了。 至于他的死对头, 美联, 他也说了, 这一行不容易做的了。 所以就透过自然流失, 即是说, 如果你在这一行都玩不到食的话, 你就不会留在这一行的了, 自然就会走。 他也说了, 大概前线的员工已经走了大约500人, 占了他整体员工的数量是一成。 即是说, 地产市道不好咯。 现在人们再留在这里, 玩不到食的话, 那怎么开饭呢? 这个经济差就是差的了。 楼市的气氛欠佳的话, 可以反映在指数上。 中原就弄了一个叫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叫CCL。 最新的指数就跌穿了165个。 这个也算是微惊吓的, 因为大家都猜到。 但是, 大家看着这个数字, 164.78。 如果在未来那几个月里面, 突然看到它是跌穿了160的话, 那就会比较得人惊一点。 不知道大家又会怎么看呢? 不过, 有一个好消息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下个星期日回来香港市场, 现在的期指高水了226点。 换句话来说,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下个星期日回来, 我们香港股市还可以升。 我也是那一句。 如果你对香港没什么信心的话, 看到最近升得这么帅, 如果你能走的话, 你就应该尽快走掉它。 拿着钱再看一看应该怎么做好。 如果没有地方使用的话, 也不要手行去买股票了。 不如把钱放在银行那里, 收回4-5厘息的话, 反而更稳固。 因为现在香港真的很危险。 在下个星期, 我觉得最触目的就是这件事。 就是美国总统和我们中国的主席, 他们会有计划。 当然我对这期望不高, 很可能大家各有各说而已。 不过如果这件事成为一个炒作的话, 最终可能会令到下个星期的恒生指数 整个星期可能都会向下跌。 还有,我都说过了, 如果我们看期指的话, 是看月底的。 现在大概都是月中左右而已。 所以就未到最危险的时间。 如果有得升的话, 就让它升咯。 如果有得赚钱, 就先赚了它咯。 总之一句说完, 要小心点。 至于, 如果买九龙仓, 买不下手的话, 我就会推介太古地产。 我很喜欢这间公司的。 因为太古地产, 我觉得比较有人情味点。 管理上都可以的。 始终对九龙仓的信心不太大, 因为作业方面我们不太了解。 所以还是小心点。 稳阵点。 这一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各位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多谢各位! 我对美国的科技股一直都这么欣赏。 所以我投资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投资在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股票身上。 今天我也写了一篇新的文章。 这个新的文章就是说值得持有的美股。 我选了两个出来跟大家说。 这两个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 一个就是做F-35战机的乐协马丁。 另一间就是做芯片的龙头大佬, 就是台积电。 那里面怎么去分析这两间公司呢? 如果你们有买开美股, 也有兴趣看文章的话, 麻烦你们可以进来这条link里面, 就可以免费看到了。 如果你们看完之后, 也希望你们可以帮帮忙, 看到前后左右附近有些可以动的广告, 你也帮我按一下, 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收入。 因为写一篇文章真的不容易的, 我都给了很多心机下去写的。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谢谢!